大家好,美国的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4月30号首次重要政策演讲中表示 美国需要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 这种冲突与长期消耗五甲大楼的旧战争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奥斯汀呼吁利用技术进步更好的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军事行动 以更快的理解、更快的决定以及更快的行动 我们打下一场重大战争的方式将与以往非常不同 这是奥斯汀在访问夏威夷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时候说的 奥斯汀没有明确提到中国和俄罗斯等竞争对手 但是在他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美国在拜登总统的命令下开始从阿富汗无条件撤军 目的是结束美国历史最长的战争 并重新确定五甲大楼的工作重点 奥斯汀承认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 他都在执行过去最后一场旧式战争 批评人士说在伊斯兰国这样的激进组织 世界各地蔓延之际 从阿富汗撤军不会结束亚洲国家内部冲突 不会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 也不会使20年反叛乱战争的经验变得无关紧要 奥斯汀的言论似乎没有规定具体行动 也没有预测任何具体冲突 相反他似乎概述了在拜登政府领导下 推动五甲大楼发展的广泛而有些模糊的目标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 奥斯汀说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技术 作战概念和能力的正确结合 所有这些都以一种如此可靠 如此灵活如此强大的网络方式交织在一起 足以让任何对手抽出钱 他说防止冲突意味着给我们创造优势 给他们创造困境 他说美国的反应可能是间接的 概述了一种情况 即网络战可能被用来应对数百英里外的海上安全事件 奥斯汀说这个话很隐晦 没有说直白 但是其实在台下的那些美国将领一听都明白什么意思 他们知道未来的战争形态 我说我自己的想理解 这个里边讲的很清楚 过去20年的战争反恐战争将是旧式战争 是旧式战争 未来将摆脱这种旧式的战争 摆脱未来20年 那大家从未来从过去过去的20年的啊 过去20年的这个旧式战争 那大家从过去20年这个旧式战争这个整个样貌 可以看当时是地表美军最强 但是美军要摆脱这种地表最强的这种军事 这种能力 这种作战形态 那美军想干嘛呢 你想想摆脱这种地表最强的这种啊 大规模的进攻 大规模的人员派送 美军要干什么 美国军要收缩 你看 他20年是干的什么东西 他只要相反 摆脱这种模式嘛 相反 那就是未来美军要做的 美军要做什么 第一 不再向海外大规模派兵 我的理解啊 就相反嘛 要摆脱这种状态 就相反 过去20年美军是在全世界 你看中东啊 全世界都在布置 未来呢 撤回 这是一个啊 首先 大的方向是往回撤 往回撤其实也很简单 可以理解啊 美军之前在全世界铸点以后呢 保证了当地的稳定 首先打破了当地的平衡 然后呢 自己通过强力 进入到这个地区 稳定这个地区 形成啊 一个新的平衡 但是平衡形成以后 美军又撤走 撤走以后形成真空 那其他外部势力会进入 重新来打到平衡 你包括中东 现在叙利亚 不也天天在打仗吗 伊斯兰国也在崛起 那美国的目的也就是啊 我一进一出几十年 整个欧亚大陆 包括中东一直在战火中 中东就没有好日子过 你记住 美军走了 中东也是连年战火 因为内部要打 打内战了 中东就是这样 所以未来呢 你看美国还是打到的效果 就在中东地区 还是把这把火接着烧起来 我一进一出 中东这个地区的火 只能越烧越旺 我不在的时候 各种啊 牛鬼蛇神都出来了 记住啊 这火烧的更旺 那点燃中东 还是美国的一个核心的 点燃中东 记住 美国点燃欧亚大陆的 这个中东 这个软腹部 把它点燃以后 可以烧到俄罗斯 可以烧到中国 可以烧到欧洲 甚至连非洲一些国家 也能烧到 可以烧遍整个欧亚大陆 几大板块 甚至也能烧到印度啊 中东 你看印度之前 背后有一个孟买 那个恐怖袭击 也是激进的穆斯林 他放这个激进穆斯林 出来以后啊 这把火烧完以后 激进穆斯林 会大量的形成啊 那么他会对整个欧亚大陆 形成一种燃烧 激进穆斯林 欧洲也是受到恐怖主义 也是激进穆斯林 那奥斯林也说着很直白了啊 未来形态跟之前不一样 我之前是派军在全世界注点啊 打破欧亚大陆原来的平衡 你这些强人物 全给你消灭 现在啥 我要撤回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呢 高科技也好 网络也好 他最后也讲了 我不跟你接触战了 不用我美军直接跟你接触去 直接面对面作战了 未来会采用其他手段 科技战 金融战 贸易战 大国竞争了 美军要配合着什么 配合着大国竞争 美军不直接参与到欧亚大陆的很多行动以后 他撤回了以后 会用其他的方式针对你各个国家 比如说俄罗斯和中国 这都是拥有核武器的 拥有核武器不可能美军直接冲突 解放军和美军直接作战 那是要打世界大战的 要扔原子弹的 所以美军撤回了以后 未来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和俄罗斯这种大国的竞争 大国竞争使用的什么 贸易战 网络战 科技战 舆论战 金融战 另一种形态 那美军要支持 特别网络战 对吧 金融战里边也包括各种情报 情报收集 也包括对中国沿海的封锁 不要直接作战 但是我可以对你封锁 美军你看整个一个形态转化了 为什么在亚太的印太司令部讲这个东西 围堵中国 这个生重点了 那你看美军未来针对中国的 大家应该想清楚了吧 配合着美国政府 由原来的直接出国 针对恐怖分子这种作战 会逐渐逐渐过渡到针对大国 围堵俄罗斯 围堵中国这个行动中 那这就是大国博弈的一部分 大国博弈一部分 很多美国人 美国的华人 你可能不了解美国 美军现在想干什么 有的时候觉得美国是正义的 撤军了 很好 我们又恢复和平了 错了 美国撤军以后 中东就着起来了 因为他抽空了 中东的所有的这些权力 全被他消灭了 那么一些新兴的权力 比如说塔利班 比如新兴的一些中国 俄罗斯 和其他国家周边的国家 包括伊朗 他会填补这个正空 那填补过程中 要形成争斗 形成动荡 形成新的战争 所以世界反而不和平 没办法 这是美国制定的 我说了这是战略 一进一出就是战略 这个战略 让整个美国 我觉得让整个美国 可以继续的 来左右欧亚大陆 美国可以左右的 未来这个地区 双方打完了以后 又形成一个平衡 美国可以再回来 你看又回来了 几个世纪以后的 进哪出 几个世纪以后呢 这个地区你看 报废了 能源能量被消耗了 卖的石油的钱去买上 买枪买炮互相杀了 那炮弹 有些人住帐篷 吃都吃不上 花上百万去买一颗炮弹 钱呢被消耗掉了 欧亚大陆资源没了 石油 是啊 你很有钱 但是你越来越穷 本个金饭碗的人要饭 一进一出 那中国和俄罗斯呢 要防止美国这种一进一出 发生在自己这个地区 俄罗斯要防止 发生在俄罗斯 中国要防止美国 这种东西发生在中国 欧洲也要防止 这就是现在的世界 你讲透了吧 美军要做什么 美军要配合着美国政治 美国对外的这种 他的一种战略 不要把美军想的好像是 世界和平的维护者 是啊 但维护者要走了 走了以后 这个地区更乱了 之前的和平 之前的稳定 被他打破了 他还会再回来 为什么 又形成稳定了 这个地区刚和平 刚稳定 刚形成一种啊 地缘政治平衡 他又就来打破了 他永远要打啊 永远要敲 这就是敲击欧亚大陆 一进一出敲击你 一锤子一锤子 敲击你欧亚大陆 火星四溅呐 来了 我让你这个地区动荡 走了 这个地区也动荡 来了动荡 走了动荡 刚刚消停了 一把火又来了 你理解了海洋文明和大陆文明冲突 你能理解美国在做什么 这个美国人是不会告诉你啊 美国国王部长也不会跟你讲的 美国人永远说我们是正义的 没事 你看我频道 我跟你讲透 你说坏还是什么 说美国人坏不坏 我觉得不是坏 他就要这么做 你看当年那个倭寇 倭寇不也是吗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要是劫掠 劫掠大陆上的这些城市 劫掠大陆上的财富 他就得这么做 所以我说地缘政治是非常黑暗的 没有正义 也没有什么邪恶 都是利益 我的愿望就是欧亚大陆能够联合 各国之间能够联合 摆脱 总是被美国那么敲击的命运 一定要摆脱这个命运 欧亚大陆包括中东 能恢复和平 中东人 是吧 也能过上好日子 你说那么富的国家都是石油 结果呢 天天打仗 饭都吃不上 流离失所 中国和俄罗斯呢 因为担心 变成中东那样 是吧 搞得这个越来越也是 不开放 很多人说中国啊 俄罗斯不开放 不像美国那么自由 为什么 怎么能像你那样呢 像你那样我不就要敲击了吗 你想打我就打我了 敲击我 我怎么可能自由呢 我越来越封闭 欧亚大陆老百姓过的日子呢 也不是特别自由 也不是特别的开放 为什么呢 我开放了 你可以敲击我了 我要防止 最后呢 被说的欧亚大陆上 全是独裁政府 欧洲呢 更是 欧洲成了个欧盟 美国还不断敲击欧盟 不断敲击欧盟啊 东欧和西欧还不一样 欧洲因为自由怎么样 这个非法移民 是吧 穆斯林那些移民到了欧洲 你看欧洲现在 全是穆斯林 因为自由 慢慢欧洲也会承担 自己的后果 所以你看啊 这个世界被美国搞的 美军呢 就在配合美国外面政治 对未来呢 我觉得就是像美国 国防部长讲的一样 未来形态绝对不一样 但是美军该做的东西 还是一样不少 一定还是在敲击欧亚大陆 这是美国